今天我们要继续研究高级基督这个题目 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祷告 爱我们的上帝 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愿意为我们舍命 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能够约纳我们 教导我们 我们现在这样祷告 祈求实在不配 是靠主你的名求 阿们 照人看来 耶稣的死不过是一场冤枉官司 怎么导致了如此重大的事件呢 我们是不是过分的鼓吹和夸大宣传了呢 不是这样的 耶稣被钉狮子架了 不可能过分的鼓吹或者是夸大的宣传 相反的呢 我们还选呢 宣传的不够呢 是吗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众人的永久的命运 千万人将要因为对耶稣认识和注意不够呢 而永久的沦亡 创造天地的主呢 拆遣耶稣基督降世 而耶稣基督呢 不惜放弃天国的王位 降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来 来忍受无限的痛苦 以便拯救我们这些将亡的生灵 上帝既把这拯救人类看为是重大的事 我们也可以称为是天大的事 我们更应该把它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而在将来永恒的岁月里面呢 耶稣基督并他钉狮子架呢 要成为得救的子民 不断歌颂和研究的主题 所以我们说 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宣传呢 永远是不能太过分的 我们过去读的经文都非常宝贵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问 例如耶稣替我们所受的是第二次的死 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呢 好 这里所说的死呢 是永远的死 这里圣经里讲的第二次的死呢 就是指永远的死 也就是呢 指上帝在伊甸园里面 像亚当夏娃所讲的 他们吃了那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就必定死的呢 那个死 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 耶稣的死 从亚当犯罪呢 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呢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呢 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而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说 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亚当因为犯罪呢 而照获全人类 使人不得再吃生命树的果子 因此我们都必须死亡 第一次的死呢 是始祖犯罪的结果 人人受其害 并非我们要为始祖的罪负责 而是因为他遗传的是必死的身体 就像我们以前比喻过 就好像一个船长失误了 是轮船触礁 全体乘客呢 都遭殃一样 这是人类呢 因为受头一次试验而失败 使大家都必须归回城土的结果 如果上帝就此任凭我们大家沉沦呢 我们便可以喊冤枉了 要怪始祖闯祸 是 可信的是呢 上帝在始祖犯罪的当天 就宣布了救恩计划 让人类呢 受第二次的试验 女人的后裔基督呢 就好比是另一个船长 开来的救生船 我们以前也比喻过 让凡亚逃生的人呢 都可以得救 是 而第二次试验的关键呢 和第一次一样 还是在于人自己所做的选择 看人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所带来的救恩 并且呢 终身的顺服 跟他道比 那基督开来救生船是好事 但他为什么必须钉十字架 上帝宣布 凡悔改者就赦免 既往不咎 不要再犯 不就行了吗 我们说基督受苦受死呢 是完全有必要的 因为上帝既是慈爱的 又是公义的 他既要救罪人呢 但是还必须维护律法的尊严 这不行的 但是如果这个法官的儿子 他自愿要替这个罪犯来服刑舍命 这个法官呢 就可以合法的赦免那个罪人了 所以当耶稣的死呢 既彰显了上帝的大爱 又维护了律法的尊严 同时 耶稣无罪的一生呢 证明上帝的律法呢 上帝的律法是人人能够守好的 因为耶稣呢 也是人子 他战胜罪恶呢 全是靠人人都能用的手段 也就是听上帝所讲 记载圣经里的话 并且呢 进行祷告 可见耶稣的生与死呢 是上帝救赎计划完全的显示 那请你从十足亚当的角度 来讲解一下 基督的死 怎样在亚当悔改之后 免去了他本来该受的 第二次的死刑 亚当头一次试验失败之后呢 上帝并没有立即就执行死刑 因为呢 是女人的后裔基督 愿意替他死 因此呢 就给了亚当第二次试验的机会 他面临这样的试验的时候呢 对罪以及对罪的咒诅呢 已经有体验了 他同撒旦呢 打过了一次败仗 不利的条件呢 是他已经听信了撒旦的谎言 成为了一个堕落的罪人 对上帝呢 已经从敬爱变为惧怕了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讲呢 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未仇 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上帝的喜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亚当要想扭转局势 恢复于上帝相亲相爱呢 就必须照耶稣基督所说的 就是你们必须重生 来一个彻底的改转变 可见人 可见呢 当人面临第二次试验的时候呢 心灵上原有的上帝的形象 已经因为犯罪而毁损了 若是要顺利的通过第二次试验呢 就一定要重生不可 而人重生呢 就需要有圣灵在人的内心工作 使人仰望基督 而受他爱的感化 圣灵呢 使人痛恨自己的丑恶时候呢 他就认罪悔改 成为一个新人了 这是一个值的变化 使人能够顺利的通过 这第二次的试验 上帝要解决的问题呢 是要叫怕他 与他为仇 不服他律法 并且不认识他的罪人呢 便成为因认识他 而喜爱并顺服他的义人 这样的人呢 就能够祷告说 我的上帝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这样一番内心改变的工作呢 就叫做与上帝和好 请你为我们读一下 哥林的后书 第五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 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 好 我们看到撒旦呢 是在尽他一切的努力 要使人误解上帝 把上帝看为是一个严厉的暴君 在观察人注意要找人的错 一发现了呢 就要狠狠的刑罚 而且呢 他叫人送礼 平息他的愤怒 这呢 是一个极团错误的认识 圣经一开始呢 就描述上帝是主动去去寻找罪人的天赋 在我们以前读过 在创世纪里面 上帝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呢 在里面讲到 说这个浪子 他从外面回家时候 离家还远的时候 这位父亲呢 就看见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这个儿子呢 觉得很内疚 他就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呢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可是这个父亲却这么说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 把戒指呢 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呢 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好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了 于是呢 他们就快了起来 可是我不明白 这同第一次的死 和第二次的死 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面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啊 十足违背上帝的禁令之后呢 就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了 因为天地间呢 不容许有永远不死的罪人存在 因此亚当和他的后代呢 就必须重生而与上帝和好 常常以上帝的话为饮食 才能够彼此照 才能够呢 照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所说的 与上帝的性情有分 恢复这个生存的权利 耶稣呢 又把读经比着吃他的肉 和他的血 他说 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呢 就有永生 在末日呢 我要叫他复活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二十九节呢 称他为复活得生 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六节说呢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 有福了 圣洁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就是凡是保持体贴肉体 要与上帝为仇的本性的人呢 除了受第一次的死之外呢 还要复活定罪 然后再遭受第二次的死 可见两次的死呢 从人的两种性格有关 我们始祖犯罪以后呢 变成与上帝为仇 成为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了 为了救他们呢 上帝就施行救恩 使体贴肉体的人呢 变成为体贴上帝的人 你不知记得不记得 有一次呢 耶稣啊 曾经斥责彼得说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这就表明啊 重生呢 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基督徒若不是警惕自首 经常用耶稣的话 来巩固自己的灵性呢 仍然会有退步跌倒的危险的 哦 这第一次死是始祖 经过第一次试验 失败以后的结果 第二次死呢 也是人经过第二次试验 失败的结果 是吗 可以这么说 请你注意一下啊 上帝是怎样设法 叫始祖和他后代呢 能够胜利的通过 第二次的试验呢 他们被撒旦引诱犯罪之后呢 上帝就采取了措施 不让撒旦来垄断全局了 人类始祖呢 固然已经因听信魔鬼的谎言 违背上帝的诫命呢 而变成与上帝为仇的人了 但是上帝怎么对谁说呢 上帝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要彼此为仇 这就意味着呢 有一场激烈的斗争 蛇曾经利用女人 在上帝的战线上呢 打开了一个缺口 使人与上帝呢 为仇 上帝呢 就要使女人 在圣经里面呢 也就是代表教会 和他的后裔 耶稣基督呢 来诞生撒旦 圣经说呢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伊玛内利 伊玛内利翻出来 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这样呢 因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可以呢 靠着圣灵而重生 不再做与上帝为仇的人了 反而呢 变成与撒旦为仇 坚决抵抗罪恶的引诱 成为这样一种的人 而呢 终于可以免受第二次的死 有人问 让一人复活的永生是好事 但是恶人已经死了 为什么要他们复活 然后再死呢 是啊 圣经里面呢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二十九节里面 这么讲到 行善的复活多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摩西律法里面也提到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我们呢 也经常听有人这么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时不道 时候没到 就是说呢 按照公义的标准呢 有许多人是死有余辜的 我们看到许多恶人 他们并没有受到刑罚 他们就死了 所以呢 就必须根据他们 就必须呢 在他们复活以后 再根据他们 使别人受痛苦的轻重呢 来衡量他们的刑罚 在马拉基的书第四章 第一节里面呢 把他们比作碎阶和根本枝条 他们焚烧的时间呢 有长有短 我们说根本的枝条呢 根本就是撒旦 枝条和碎阶呢 就是那些跟从他的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 与这个有关的问题 就是耶稣 替一个罪人死 是合理的 但是他替 怎么能够替千万个人死呢 我们说 耶稣不但是为千万个人死 他是为亿万个人死 为什么呢 他既然是人子 他又是上帝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 第一节到第三节 和第十四节说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而在希伯来书 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说呢 上帝早已立他 也就是耶稣基督 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 创造诸世界 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常有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 第九十四节说呢 耶稣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观念 叫他因着上帝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瘟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了 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作为上帝呢 基督是不可能死的 因此我们讲过了 他就必须降世为人 才能够为人人尝死瘟 作为上帝呢 他是个无限量 人的数量再多呢 毕竟是一个有限量 因此呢 他能够替众人死 剩余的生命呢 仍然是无限的 基督是上帝 又是人 而且他作为人 借着死 败坏 魔鬼 为人人尝了死瘟 能不能请你 再解释一下 耶稣是怎样尝到死瘟的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神性的无限量 与人性的有限量 这个呢 已经足以解答这个问题了 此外呢 我们刚才读过的几节圣经里面 讲到呢 基督因为受死的苦 和为人人尝了死瘟 等章节呢 把问题呢 就归结到死的痛苦上来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 世人的有限感受力 已经呢 基督无限的感受能力 这个呢 就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 祷告的经过 这个是记载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里面的 这里说呢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科西玛尼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呢 就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也就是雅各和约翰呢 一起去 他呢 就忧愁起来 极其的难过 就对他三个门徒说 我心里甚是忧愁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耶稣呢 就稍微往前走 夫夫在地 他就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耶稣这一段经历呢 是很特殊的 我们需要注意到 在圣经里面 记录了耶稣的一生 除这个一个地方以外呢 我们没有看到他叫苦 他从来不叫苦 是的 可是呢 在这里他竟然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因此在路加福音 第二十二章的 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就这么说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 来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汗诸如大血点 滴在地上 根据医学史的记载呢 人的汗水掺着血呢 是在异常伤痛的情况之下 汗见的症状 我们考虑到 耶稣平时所表现的 坚强的毅力 我们可以知道 耶稣是最能够吃苦的 可是呢 这时候 他祷告求赦免的杯呢 固然包括 他所面临的十字架的苦难 但是 那个使他汗里面 掺血 甚至需要天使 来加添他力量的呢 必然是人类的罪弹 已经压在他身上了 根据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十二节所说呢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并且 照耶稣 对来行凶的暴徒 所说的话就是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了 黑暗 掌权了 这些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 耶稣必须喝的苦杯呢 他在科西玛尼园 是已经开始喝了 而且 若没有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呢 他的人性 可能就已经支持不住 以致 他在全世界最弹的重压之下呢 当场 可能就会死在科西玛尼园里 耶稣既为人人尝了死味 受了第二次的死 就应该永久灭亡 但是 他为什么 不是永久灭亡 反而还能复活呢 请你能不能讲解一下 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呢 可惜 许多人呢 不接受他的大恩 以致 他的宝血呢 是为他们白留了 但是 总有接受他救恩的人的 是 在以色亚书53章11节说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仆 得称为义 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至于 耶稣为什么 在替人受第二次的死之后呢 还能够复活 这个问题呢 可以用他受苦能力的无穷来解答 耶稣呢 是太初就有的道 而道就是上帝 所以他在科西玛尼园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无穷的痛苦呢 已经超过了全人被丧亡时所受的痛苦的总和 上帝赦免人的罪呢 必须是合法的 所以 差遣他的儿子来替人死 也就是替罪人死 现在 耶稣复活了呢 也是合法的 因为 他所受的苦呢 已经付清了世界上的人全部的罪在 而且有余 因此呢 耶稣就能够合法的取回 他那无限的 剩余的生命 耶稣是这样说的 我父爱我 因我家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耶稣的死与复活呢 都是合法的 我还有个问题 是人们常常提出来的 圣经说 我们必须重生 才能见上帝的国 而且人要重生 必须仰望那 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可是 有很多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 也没有读过圣经的人 是不是都要灭亡了呢 这个呢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圣经里面呢 是有答案的 我们呢 以后要做一个专题的研究 今天呢 最主要的 我们最需要的呢 就是牢记下面这个真理 就是记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了 耶稣基督这样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句话呢 就是上帝启示救恩真理的最最精确的概括 我们呢 能够把他领会了呢 就是莫大的福分 耶稣基督说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呢 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应该珍视我们的这个福分 要接受上帝慈爱的感化 抓紧现在的机会 全心的归顺基督 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 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舍去了你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借着你回到天家 求主使我们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抓紧这个机会 用这个我们现在还有的机会 来亲近你 做你忠心的儿女 求主能够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每一天都够得胜的生活 主啊 我们实在是软弱的 不配的 不配接受你的救恩 我们感谢主对我们的大爱 我们将我们的祷告献上 这样是 这样祷告 祈求实在是不配 只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下方的那条 之后 我们下方的最初